上中午公布的美国通膨数据吓坏了市场 引发全球各类资产的抛售 加密货币也没有能够逃过这波的冲击 比特币周末期间持续的跌势 周一进一步下挫价格来到了约1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周一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比特币一度下跌15% 跌至24000美元以下 这是自2020年12月以来最低 其他货币也普遍面临卖压 跌幅较比特币更重 衡量100个顶级代币的MVAS Crypto Compare 数位资产100指数下跌了9.7% 比特币报23437美元跌15% 以太币报1227美元跌16.74% 币安币报242美元跌5.5% 索兰娜跌10.4%报28.589美元 上周五数据显示 美国5月份通货膨胀 跃升至40年新高 交易员加大了联准会将更积极收紧政策的压住 加密货币现代平台 Nexo共同创办人Antoni Trento表示 当前加密货币市场仍受到联准会的摆布 与纳斯达克及风险资产关联紧密 一些比特币的预测价格达到数千美元至1万美元 足以说明市场的恐惧程度 专家指出 如果以太币继续朝1200美元下挫 其他深寨币的前景将变得更加暗淡 加密会议交易平台 Luno企业发展和国际高管认为 当前看跌情绪可能还在持续 如果回顾之前的熊市 比特币通常会下跌80%以上 山寨币跌幅通常超过90% 如果情况继续 接下来一两个月 比特币价格将低得多 比特币恐惧与贪婪指数继续停留 在极度恐惧领域 目前为11 中天中望 这里报道